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羅部長還有委會各列席首長 是不是請那個羅部長 還有那個陳司長 羅部長你好 那個羅部長 我請教 因為昨天 我想在內政委員會裡面 其中有一段 就是針對這個肯亞 這個集體詐騙之事 那其中有一段 這個陳司長說 過去大概有一些在 這些國外犯罪的 結果說要去通知對岸 那結果陳司長說有承報到 這個承報到行政院 有沒有這回事 那件事詳細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在今年初一月的時候 要有一位在菲律賓的 這個台灣籍的人 他被大陸盯上了 要抓他說他涉嫌犯罪 他就向我們的駐外單位求救 那我們駐外單位 就發動我們的僑領等等人 去協助他 那那個時候 當天我們才知道 我就請示行政院毛院長 說這件事如何處理 他指示我說外交跟兩岸的事情 由總統來決定 那就要我去 我就向總統請示 結果總統交代說 你去跟外交部 陸委會他們去協商 這是該怎麼樣做 結果還沒有開會 人就已經上飛機回來了 所以整個事情是這樣 所以從時間續上來說 根本不可能什麼 我通知大陸 是大陸盯上他 他才向我們駐外單位 所以說這個部分 要說清楚 講明白為什麼 因為齁 今天早上我還特別問行政院 他說哪有 他說他們根本就沒有 你們哪有上簽 完全沒有 沒有公文啦 所以我一直是電話請示毛院長 毛院長在電話中 指示我說去請示總統 所以當然沒有記錄資料 對啊 所以說齁 這個沒有上簽 你不能說這個行政院 我們有請示怎麼樣 這個有上簽 這個是會混淆 沒有講上簽 就是我們是講 請示是我們是口頭電話 那那個陳市長你請回 沒有上簽就好 那另外我再請教 我想這一次有關於這個肯亞 這些集體詐騙的這個事件 因為這也關係到我們整個 國家的一個國域 因為有那麼多人 都是台灣人在國外 東南亞到處 集體行騙詐騙 那為什麼每次都輕判 這個是不是我們在整個組織 這個裡面 裡面確實是有一些漏洞 有一些破網 你認為應該要不要補起來 是 確實很多外國人很多 質疑我們這樣的判決 合不合理 像上次 14個台灣人被帶到大陸 大陸讓我們的檢察官一起辦案 辦了五個月 我們檢察官都認為證據充足了 然後帶回台灣全部起訴 後來判決有的無罪 有的一顆罰金 這個就是輕判嘛 那個 部長我再請教你 像這種 他們集體 串在一起 這是不是組織犯罪 是不是 如果是串在一起當然是 那當然他們是集體串在一起啊 你看一次抓來都幾十個人 這個就是組織犯罪嘛 群體犯罪 這個等於是跟幫派沒有兩樣啊 而且到處詐騙 這個真的是損害到我們整個國域 人家說你台灣人怎麼都栽培出來 那些年輕人 那麼多人都到世界各地去 到處詐騙 才會造成今天這種狀況啊 那你認為這個破網應該 不應該要補起來 所以院長已經指示我們去研究刑法要不要修改 我認為齁 這個我們真的不能縱容 齁 我們一定要讓國際上看到說 我們確實對這方面 我們是很嚴苛很嚴厲的去要求 今天就是碰到這些法官 這些恐龍的 才會造成說 對岸為什麼那麼強悍 對不對 這個我們自己本身內部還是要先 先要做一個檢討 今天我們真的內部要是沒有檢討 這對我們整個國域啊 這個真的是損害極大 你有什麼看法 是我確實為這個是很憂心 我覺得網路上都在傳說 台灣已經是不但是詐欺的始祖 政府在世界上齁 這個詐欺領域的一個佼佼者得第一名 還說我們政府也要去保護他們 我覺得真的很難過非常難過 你說站在一個國民的立場 有什麼想法 我們今天是對事不是對人 而且報告委員 這件事得發展 還有另外一個前因 就是本來最多的被害人是台灣的人 曾經一年被詐騙一百八十幾億 那就是因為兩岸共同打擊這些犯罪 急劇降低降到三十幾億 所以說他們以前從大陸那裡就跑到 跑到其他第三地 東南亞甚至於肯亞那個地方都跑去了嘛 對 所以是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之後 使得他們跑到第三國 所以這個講起來也是我們前面合作的一些後續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對其他的國家來講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些抱歉 那我再請教部長 這些人可不可以用組織犯罪來辦他嘛 那要法官去就具體的施政來認定 因為他們是串在一起嘛 對不對 今天要是組織犯罪可能就會罪行加重 但是事實上他們是串在一起 你說他什麼去國外旅遊 到最後變成蛇屬一窩 你說他們不是組織犯罪是什麼 對不對 而且都是年輕人 你看他那些其實齁 我認為我們當然這是跟教育有關係啦 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你就是不能縱容你的小孩子 有這種行為你就要規範他要求他 這種是不對的行為 對不對 在袒護他 我們會造成今天就是什麼 你讓整個外界感覺說 我們就是國內的這些法官 都是袒護這些壞人嘛 對不對 才造成今天這種狀況嘛 你的看法呢 其實我確實覺得這個量刑應該要使黨 才能夠發揮阻嚇的效果 對不對 不然如果他的犯罪所得 遠超過他付出的代價 我想這個犯罪就沒有辦法去 這個去遏制 你看一次幾百個人幾十個人 都是串在一起的 你說這個不以組織犯罪來辦 你說量刑那麼輕 這個狀況甚至於可以才華 你說這個等於是縱容他們 下一次他一樣又到處去行騙去 去詐騙 對不對 這樣是養成他們嘛 對不對 我認為這是我們有 在行法上面 確實是有破洞 應該要把它補足 我再請教你第二點 那個部長 這次您到大陸去 有沒有針對這個肯亞這個事情 做一些溝通 事前 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完全不知道是不是 完全沒有提到 所以說你是事後才知道 對 在這次在那裡 完全沒有提到說 這個有這檔事 對 完全沒有提到 那我再請教 那你在我們的立場 你認為我們是 這個對 這個 屬地主義還是屬人主義 依依您看 其實這是禁和的問題 最重要從刑事偵查的角度來講 應該是哪一個地方偵查最有力 以那個法院來偵查 所以能夠把案件辦得徹底完整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去協商的 我們其實這次去大陸準備 跟大陸也要了解 這些人有沒有在台灣的犯罪行為 有沒有在台灣的被害人 有沒有台灣的一些相關證據資料 如果有的話 我們也要爭取說 這些人就移回台灣來審判 來偵查 所以這些都是要從更多的資料之後 才能夠去討論 因為那個部長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絕對是你世界任何國家 其實都一樣 應該要合作 只要對這些犯罪 你在第三地在哪裡 不管 只要我們的國民有犯罪 我們都要這個神之以法 但問題是今天就是因為 我們輕判 才造成今天 這麼嚴重的一個後果嘛 我們一定要去探討 他這個個中的原因 是到底是存在在哪裡 然後把這些破王 應該要把它想辦法要補起來 不能讓他們縱容他們 再讓他們為所欲為 為所欲為未來會更嚴重 等於是我們都在養成 而且他們的技術啊 越來越高超 那些幕後支持者 我們都清清楚楚了嘛 他有錢然後到處去設機房 設了以後 在這裡招募很多人 甚至到大陸去招 招了很多人然後去那裡 就行騙嘛 行騙以後他們有分紅嘛 對不對 才造成這個惡訊循環 那個依您判斷 目前大概在外面 這個做集體詐騙的 組織犯罪這些人 到底有差不多 也有多少人 我實在不敢推斷 但是我聽說韓國日本 東南亞很多地方都有埃及 都覺得好像真的叫行騙天下 對啊這個很嚴重啊 站在我們 維護我們國權啊 維護我們自己國格的立場 我們應該好好的去掙視這個問題 因為喔部長 一個是吸毒啦 毒啊 第二個就是詐騙 欸 這是齁大家 國民喔 大大小小 每個人 共同的一個心聲 那不管你做到哪時候 到520以前 你該做一天 就要把這個事情 好好的 應該把它做好 把破洞補起來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接著我們請段儀康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喔 我想不好意思喔 為了方便啊 我就一次請我們羅部長 還有這個國際級兩岸法律師 陳文綺司長 陸委會師傅主委 外交部